各位东奥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022基础集训的审计课堂 那么本专题讨论的是教材第四章审计抽样方法 那这一章有三个模块 也就是三节的内容 在第一节当中围绕审计抽样的概念 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是最重要的 也是出题点是比较多的 然后把审计抽样运用在控制测试中 也就是第二节的内容 它主要要回答 根据样本的结果得出总体的结论 我们在第四章 它有它的表达方式 它叫什么呢 评价样本结果 在第三节的内容呢 它就讨论了细节测试当中 我们审计抽样的方法 目前写在教材里有两种类别 第一种就是传统变量抽样 对 然后呢 货币单元抽样 那么这个两个概念呢 是比较难理解 要对比来理解的 就是说 当我们讨论传统变量抽样的时候 它其实是针对货币单元抽样 当我们讨论货币单元抽样的 优缺点的时候呢 它针对的是传统变量抽样 所以在第三节的内容的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这两个考点 要把它这么对应起来 那在综合体里面 往往还常常会考到计算的话 那就会考到传统变量抽样 那我们在本节的内容的时候 教材呀 有两个举例 一个是统计抽样 一个是非统计抽样 这两个举例呢 你说完全放在考卷上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会节显一块 比如说计算 放到考卷上 1.5分 综合体里设计有可能 所以我们 本专题三个模块的内容 三节的内容 各自有特点 我们带着大家一一展开 来抓出题点 考点 那在第一个模块 就是审计抽样的相方概念的时候呢 首先要把审计抽样的定义 和它的特点搞清楚 那么在审计抽样 这个概念清楚了 它运用在控制测试 抽样风险有两种 运用在细节测试 抽样风险典型的有两种 那么无论是在控制测试 还是细节测试呢 跟抽样无关的 我们叫非抽样风险 那无论是抽样风险 和非抽样风险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给我们审计 比如说 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带来了什么呢 带来了检查风险 对 好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 考点搞清楚 还要透过考点 把它本质揪出来 好 那么我们怎么在运用 审计抽样的时候呢 有两种决策 一个是统计 一个是非统计 那用 审计抽样 干什么的时候呢 它的目的呢 它有两种 第一种 得出总体的错报金额 得出总体错报金额呢 其实就是变量抽样 如果得出总体的 错的百分比 或者是说偏离的百分比 相对数 那就是属性抽样 所以这个统计抽样 针对于非统计 属性抽样针对于变量抽样 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审计抽样 那在这一节当中呢 核心考点是二和三 那第四个考点和第五个考点 是对审计抽样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对 所以我们表面上是有五个考点 但是它们是分环节的 分层面的 对 那审计抽样这个概念呢 请大家注意 就是它有一个难点在哪里 它说对具有相关性的总体 我们一般说抽样 从总体当中设计样本 我们用小N表示 总体用大N设计样本 选举样本 审查样本 然后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总体的结论 但是这个总体本身 它有要求 它是有审计相关性 相关性它又分成控制测试相关 又分成细节测试相关 它完全不同的环节 那控制测试的相关性又是指什么呢 这个相关性你就要讨论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什么的控制活动呢 比如说我们举例现金支付授权 它这个相关就是跟这个目标相关了 因为你控制测试 是就获取证据表明控制运行有没有效 它是一个认定成的 就是说这个相关性 细节测试呢 细节测试你就跟某一个报表 某一个项目 比如说应收账款 这是报表的一个项目 它的相关性呢 就跟某一个认定 什么认定呢 比如说存在认定 所以你看它的定义是多么的深藏不露啊 如果在这里 初题专家要把难度加大来考大家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初题点 初题点 可以加大难度的 那么加大难度再大 只要你理解了 你又不用怕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审计相关性总体 总体首先分层 是控制测试还是细节测试 完全不同 是控制测试当中是哪一个控制活动呢 它要具体化 比如说现金支付要授权 这是一个授权审计 比如说采购订单要授权 这就是相关性的总体 好 这个总体它具有什么呢 具有同质性 完整性 适当性 对吧 然后我们从这个总体当中 设计样本 选举样本 审查样本 根据样本审查的偏差个数 来推导总体的偏差率 有的是偏差率上限统计受要 有的是偏差总体偏差率 是一个最佳估计 非统计受要 然后得出 得出什么呢 得出总体的结论 这个结论 在控制测试当中 就是得出 这个控制运行有没有效 在细节测试当中 就是得出 比如说 应收账款 存在的错报 是多少元 是不是重大抽报 它是无比的抽象 以后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要 像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我们以金箍棒打下去 打回它的原型 是这样审计抽样 我们就有感觉了 是不是 我们要知道 审计抽样 你无非就是运用在 控制测试 运用在细节测试 你说这个相关性的总体 是指什么了 对吧 是控制测试的相关 和细节测试的相关 不同的 控制测试的相关 那你是跟认定成的 你相关性是指什么了 你哪一个项目了 哪一个认定了 对 好 那我们说 这个相关的总体 我设计了以后 我再设计样本了 我设计样本 选举样本审查样本 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总体 得出总体的结论 得出什么结论呢 得出这个授权审批 控制运行有没有效了 在细节测试当中 我得出某一个项目 比如说印刷账款 错了多少元吗 是不是重大错报吗 对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 建立起来了 那么我们 当然呢 就要用文字去说 又从它的概念当中 抽象出来 它有什么特征呢 出体点 这个出体点 都是你在进考场前 你都找到它了 不能通过考场去 无限发挥 它已经固定了 发挥啥呀 用不着发挥 你把它盯住就够了 所以老师在讲义里面 写了出体点 你就要小心 这里要命题了 对吧 那么这个特征 就是刚才我们说 从总体当中 测试的是低于 我们说低于 我测试的是样本 样本是总体当中 选出来的 所以我测试的项目 是低于总体100% 但是我得出总体 也就是说 我通过小N 第一个特点是 我测试的是小N 第三个特点 我得出的是大N 这就是抽样嘛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你通过样本的结果 能够得出 总体的结论呢 因为它有一个资本 资本是什么呢 资本就是 它每一个小N 就是抽样单元 都有机会 所以从它的定义 到它的特点 三个特点 要非常的准确的掌握 是不是 好 那么它的这个 每一个抽样单元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这就是它的资本 我们用一个 审计抽样的概念 来表 环境下的概念 来表达它 就叫样本代表性 它也是一个初题点 这个样本的代表性 就能够推断总体 否则就不能推断总体 对 好 那么大家来回到一个题目 快速的看两分的题目 审计抽样基本特征 定义特征 定义很复杂的 很抽象的 特征三句话 对吧 那么三句话 你不知道哪一个是错的 它只有三句话嘛 比如说 所有的抽样单元 都有被选取 就是它第二个 就是它第二个 还有第三个呢 它要得出什么 根据央门的结果 得出总体的结论 这是第三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它测试的是 低于总体百分之百的 但是这个总体 一定要有相关性的 这就是第一句话 对吧 审计抽样 你把它概念 建立起来 它的特征 你归到总结 那么 你就能够拿这个两分了 那选项第一 基于某一特征 从总体中选取的样本 做程序 至于说 我从总体当中选样本 设计样本 选取样本 审查样本 审查样本 是审计程序的问题 跟抽样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有陷阱的地方 这个题呢 大家注意 看到的是多选题 它当然也可以变成单选题了 它总的来讲 是一个出题点 对吧 好 那刚才谈到了 审计抽样有三个特征了 对吧 第二个特征呢 就是所有的样本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这个就是样本的代表性 这个样本的代表性 单独拿出来 可以出题 而且它是我们第四章 第一节 最抽象的考点 请大家注意 一定要顶住它 那么这个样本的代表性 就是说 我从总体当中 设计样本 选取样本 审查样本 我根据样本的结果推断总体 我为什么能推断总体 就是样本就有代表性 好 那么你来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 风险是一定的情况下 我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总体 请注意 和我不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总体 我对总体去做程序 得出的结论 是接近 类似 可接受的 偏差的 就是说 我对总体 全部神经 和我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 总体 它的结论 是类似的 这是一个陷阱 这是一个出题点 它类似和完全相同 是不同的 你要说相同 或者是说 结论相等 错了 注意 这里 这里是一个点 这个点 你容易 丢分 它 结论相似是什么呢 就是我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 结论 和我不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 结论 我对这个总体 全部神经 它相差的 这个 偏差 或者说偏离的程度 是可接受的 从控制测试来讲 比如说 我可容忍7% 那么我这个是在5% 是可接受的 这个叫类似 我们都知道 什么DNA 进行检测 99% 几的类似 对不对 它就有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如果在细节测试当中呢 比如说细节测试当中 我对应酬账 寒症 我来抽样 根据总体 设计样本 选举样本 得出的结论是多少呢 错报是39,412 但是我可容忍是4万 虽然我根据样本 得出了总体有错报 但是这个错报呢 是39,412 这个错报 我可接受 如果 如果我对总体进行审计 可能是多少呢 可能是 比如说三万六千 举个例子 但是我跟你要门 得出的总体的结论呢 是三万九千 但是我最后的结论不影响 为什么 我都是低于4万 然后我说 总体不存在重大错报 他得出的结论 话说回来 方向相同 不是背道而词的 这个就是 注意这个样本的代表性的定义 有的同学做这个题的时候 发现我没看过 他说这句话在哪里 他说老师这句话在哪里 我就发现他没看过 这个 出题丢分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这个理解的基础词上 我们就派生出来五句话 五句话呢 是可能直接放到选择题里面去 知道吧 这一定要归纳总结的 归纳总结 比如说第一句话 代表性 刚才讲了这个得出类似的 结论是类似的 得出结论 那我就能够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总体 否则我得不了 对吧 第二个 并不意味着什么 它是类似 就并不意味着是完全相同 也不是相等的金额 我们一定要咬文嚼字 然后呢 样本的代表性呢 跟样本的总体相关 这是总体来讲 不是个单个的 非单个 总体单个 它是总体的 而非单个去 每一个都相似 样本的代表性呢 跟样本规模无关 跟样本规模无关 对你怎么去选样本 这个选样本就是随机原则 有关 样本的代表性通常是跟 错暴发生率有关 而不是跟这个错暴的特定的性质 总的来讲 这是一个偏差 这个偏差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呢 不知道 但是他偏离了 这是一个错暴 是错误还是舞弊呢 不知道 还进一步分析 但是他是一个偏差 好 这个样本的代表性 是我们根据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的一个基础 我们说 这是他浪漫的资本 这个考点啊 在2022年 大家要 一定要守株待兔 他不但可能考 然后可能丢分 我们要得分 对 在2020年的单选题里面 大家注意 这只有一分 我们得快速的得出结论 他说样本的代表性 错误的是 我们刚才讲了 他跟总体而非 样本的个体相关 这个是对的 而通常是跟发生率有关 而不是跟错暴的性质 偏差的性质有关 是对的 他跟样本规模 有关吗 还是跟如何选取样本 如何选取 如何选取 就代表是 征询随机原则 所以跟这个是有关 跟这个是无关的 这个题就是 有关无关 有关无关 在考场上 你没有那么潇洒的 所以我的 给你的建议 2022年 严防死守 你要猜得到 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地方是要考的 容易错 你如果抓到了 你在考场上 不是会心的一笑吗 因为我都守住戴兔了 我还怕伤呢 对吧 是的 好 那么第二个题目是 18年 大家注意 样本的代表性 错误的是 好 选取的是无偏向的 也就是说 他样本的代表性 就是征行随机 随机原则 都有机会 通常就具有代表性 A没问题 代表性意味着 根据样本的结果 也就是N的结果 得出大N的结果 相同 相等 都是错的 类似 是对的 这个类似的意思 我刚才讲了 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 类似的意思 我有93%的 相代表性 我跟你的相似度 93% 也就是说 还有7%的偏差 我是可容忍的 但是你不能说 我可容忍的偏差率 是8% 你的相似度 是80% 这不是 那你的样本的代表性 就徒有其名了 那样本的代表性 是要求你代表的 或者是说 你不能代表的 这个偏差 假定是1% 是可接受的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他还可以深入的来 带节奏考察们 对吧 与样本规模无关 对 这个是错的 与如何选取样本有关 对吧 与错报的发生率有关 而跟错报 是否真的此时发生了 不一定有关 他跟他的概率有关 而跟他是否此时此刻发生 或者是这个错报 他是一个故意和无意 无关 所以大家注意 有关无关 有关无关 是一直都要考的 好 那么第四个问题 审计抽样 总体的相关性 老师在前面讲了 你要放到审计的过程 因为我的审计的过程 是做先评估了解 我的风险评估程序 主要是了解的 了解被人体单位 极其环境 但是我了解 内部控制不适合 因为我了解内部控制 只要一笔 业务就够了 所以我不存在抽样 因为抽样 是从总体当中 设计样本 选举样本 审查样本 审查样本的结果 错报或者偏差 得出总体的错报或偏差 那我风险评估程序 只是了解 我只要串行测试 一笔两笔就够了 我没有必要去搞抽样 所以它不适合 那么控制测试当中 留下轨迹 我才能够找得到这个样本 否则没有留下轨迹 实际上没有留下轨迹 它就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控制 它有内在的一贯性 没有必要抽样 它也是串行测试就了解 好 当然呢 有的同学说 我不是信息技术控制 我是一个活动 我不存在抽样 我要去观察 对不对 观察 比如说天上下了雨 有彩虹 这个彩虹是偶然出现的 我不存在什么抽样的问题 那不适合抽样 它没有留下轨迹 或者不具有一定的规律 对不对 好 那么实质性程序 大家注意 本身我们在上一个专题讲了 实质性程序 它是要分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的 实质性分析程序是 去算比率趋势 它不存在搞抽样 对吧 它是算这个 要么相对数 要么绝对数的偏差 偏差 或者异常的波动 它是 做这个目标的 它不存在抽样 好 那你剩下来就是细节测试 好 那如果这个图放在题目里 你比如说 哪些不适合啊 风险评估程序不适合 控制测试 笼统的时候不可以 实质性程序不可以说 必须只能说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程序不适合 所以适合的是打购的 不适合的是打差的 为什么适合不适合 道理是永远要知道的 对好这个图老师给你 你要归纳总结 要刺激自己的最强大脑 然后呢下面有四句话 神经测试要不是用于什么什么 不是用于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用于是用于 对不对 如果信息技术应用控制 它本身有内在的逻辑 内在的一贯性 只要它信息系统不变 它就会傻傻的一直的运行 所以不需要使用 它不是适不适合 它根本就用不着 对吧 因为我们对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 我去了解的时候 穿行控制 穿行测试 只要它不变动 我穿行测试了解的同时 我就知道它有效 这个内容 也是我们一定要跨章节了解的 它跨章节跨到哪里呢 第五章第三节 然后呢第七章第四节 然后呢第八章第三节 然后呢第四章第二节 这个是一个高难动作 是要大家呢 跨章节掌握的 那大家来看 2019年这个题目 通常可以使用 审计抽样的 因为你都知道 结论两种 控制运行流行轨迹 和细节测试 其他都不适合 控制 你就你要知道结论 这种东西都是死的知识点 你不知道结论 就不太好说 比如说 评价内部控制的设计的合理性 那是了解内控 知道吗 了解内控不适合 了解内控属于 风险评估成绩不适合 自动化的不适合 因为我不是 自动化的 没有留下轨迹 对吧 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了解内控 大家一定要学语文 设计 能不能防止发现纠正错报 是了解内控 是否得到执行 了解内控 了解内控属于风险评估程序 不适合 这个审计考着考着 就考成了语文 对 那么测试留下轨迹的人工控制 人工控制 对于自动化控制 他还是在围绕 刚才的这个 这个实用的情形 控制运行留下轨迹 我们说 有的是这个文件记录 在文件记录里面 他有轨迹 知道吗 对 所以这个题出的非常好的 他高于我们的 要我们从这个知识点当中 走出来 好 2018年这个题呢 大家来看 不适合 比如说风险评估程序 不适合 实质性分析程序 不适合 信息技术是 未留下轨迹的 不适合 好 未留下轨迹的 控制的运行 他没有说 是自动化的 只要未留下轨迹的 不适合 信息技术的控制 留下轨迹 不适合 所以 全部不适合 绝对不是考场上去懵了 你在这个 我们现在集训班里面 你要把它 说得很清楚 好 那么 审计抽样的概念建立起来了 他用在控制测试 一个是过渡了 为什么过渡了呢 请大家看 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我用OK表示 我控制测试搞抽样 要么的结果 我控制测试搞抽样 跟你要么的结果 推断总体 我说OK 实际上不OK 好 那我 如果我控制测试 搞抽样 信赖过度 信赖过度 就是说 我控制的结果 有效性高于实际的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少做了实际性程序 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发表了错误的意见 完蛋了 影响效果 所以过度 你不能使劲预备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什么叫过度 因为我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我控制测试 根据审计抽样 要么的结果 推断总体 说有效 实际没那么有效 结果 少做了实际性程序 反之呢 什么叫不足呢 我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我才去做控制测试 结果 控制测试的结果 我说 不有效 我呢 就得多做实际性程序 影响了效率 好 那么把这个概念 建立起来还不够 它还要有文字 好 信赖过度风险 这个也可以放到 ABCD语考 你道理是懂的 但是这种语言表达你 不是很熟悉 你吃亏了 推断的有效性 高于实际的 这句话 刚才老师举了例子 你要结合在一起 现在不足风险呢 就是我控制的有效性 低于实际的 我了解内控 OK 我才去做控制测试 结果我 测试的结果说 不OK 实际上是OK 结果我多做了 实际性程序 是不是 对 好 那么抽样风险 在控制测试当中 典型的是两种 一个是过度 一个是不足 好 那么过度影响效果 不足影响效率 它不是完全的实际硬背 你起码要懂一次 你要通透一次 然后呢 大家还要知道 我们在审计当中 这两种 一种信赖过度 还是信赖不足 我关注什么 各位同学 我们更加关注信赖过度 我们在评价 评价 这个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的时候 我们这个 讨论风险系数的时候 它是讨论信赖过度风险 以此类推 控制测试的搞完了 换一个频道 到了细节测试 细节测试本身是查 某一个项目 比如说 应收账款 搞存在认定 有没有重大错报的 好 那么它采用抽样 根据总体设计样本 选取样本 审查样本 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总体的结论 它得出 应收账款 是错多少呢 34,192 可容忍是多少呢 可容忍的错报是4万 好 那么大家注意 那我就得出来了 可容忍的4万 我得出来了是 34,192 小于可容忍 我就是说 根据审计抽样的结果 就是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 应收账款 不存在重大错报 如果实际上是 94,192 这是假设 那你就是物受账了 因为你 推断的结果是 34,192 小于可容忍 你得出 应收账款 不存在重大错报 如果你把应收账款 全部审计 实际上是 存在 94,192 元的高估 这就是物受账 那我物受账 怎么表达呢 就是说 我推断的是 34,192 小于4万 我就觉得 不存在重大错报 实际上存在 所以这叫物受型 现在我们理解的同时 还知道语言的表达 那反之 我推断 说存在重大错报 实际上不存在 叫做物拒风险 那影响 结果的就是 物受上当了 那降低抽样风险 那就靠扩大规模 然后再总结一下 总结归纳 影响效果 就是上当了 上当了有拿两种 过度和物受 什么叫过度 什么叫物受 语言怎么表达 信赖不足和物拒 那么过度和不足 物受和物拒 它们用在 自己的环节 所以这有一个表 也是一个矩阵 横着看 重着看 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你能够把它精准掌握 比如说信赖过度写 正确的是 这个题有难度 有三个错误 一个正确 像这样的单选 你有难度 好 信赖过度风险 看到啊 属于 非抽样风险 肯定是错的 是抽样风险嘛 在控制测试当中 有信赖过度 信赖不足嘛 信赖过度风险 影响效率 错了嘛 影响效果 信赖过度风险 和控制测试有关 和细级测试无关嘛 错了 扩大药门规模 可以降低信赖过度风险 扩大药门规模 可以降低抽样风险 包括信赖过度 信赖不足 物质风险 物具风险 所以这个题目 它都是 要你消化知识点 非抽样风险 其实考试有难度的 它跟抽样风险无关 那抽样风险有关的是什么 有关的是我从根据总体 设计样本 审查样本 得出总体的结论 这就是跟我的 样本规模有关 抽样 那跟这个无关的呢 不好记 这个考试比抽样风险 还要难 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它钉死 知道吗 非抽样风险 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不是样本和总体 根据要么得出总体结论 造成的 和抽样无关的 不能通过 当然这个都是老师 跟你归拉总结的 这是老师跟你归拉总结的 你不能看表面的 你要把这个本质 揪出来的 这是揪出本质的 怎么叫揪 起手旁 秋天 秋后问站 揪出本质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揪 老师跟你揪 知道吧 因为他要变着法子考你 理解了没有 非抽样风险 是人为因素的 与抽样无关 与抽样无关 跟抽样有关的是什么呢 就是样本 测试的是低于总体百分之百 得出的是总体的 这就是跟抽样有关 对吧 好 抽样风险和非抽样对比 它是抽样导致的 抽样导致什么呢 因为它是在总体当中 测试的是样本 样本是低于总体的 得出总体的 这就是跟抽样有关 好 那么它就通过 扩大样本规模 去降低抽样风险 那我说跟抽样有关 跟抽样无关是指什么 对吧 我们在这个集训版里 一定要揪出本质 再不揪出本质 糊里糊涂的 那怎么考虑 对吧 好 那么这两种呢 无论是人为的 还是根据样本得出总体的 都会导致 我最终查不出错保 查不出错保的可能性 是什么呢 检查风险 什么是检查风险呢 就是我做了程序 没有发现错保的可能性 至于说你抽不抽样 总的来讲 没有发现错保的可能性 就是检查风险 揪出本质 那另外这个本质揪出来了 对比 还要说 非说要风险 自己呢 到底有哪些环节导致呢 比如说 你选择了 这个不使用于 审计目标的程序 比如说收入 发生认定 和完整性认定 它是不同的认定 这个发生认定是多计 完整性认定是少计 你选了程序 或者是方向错了 这个跟抽样没有关系 因为你查总体 还是查样本 你方向错了 这是程序 这个程序呢 就是背后要跟认定的 或者程序呢 实际上是有方向的 多计 你要立查 可是你顺查 那个跟抽样没有关系吧 对 少计 你要顺查 可是你立查 这就是选择了 不适用于目标的 审计程序 老师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人你要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这并不是你自己胸有成竹 肚子里有没有 没有 现在赶快抢加 给自己的最强大了 还有呢 总体 不适用于测试的目标 比如说 应付账款 低估 你把名气账 作为总体 那见鬼了 所以这里每一句话 如果你能举例 更好 不能举例 也要举例 你举不了 老师跟你举 对吧 举例搞清楚 好 第三 未能定义偏差 第四 发现了这个错报 比如说是舞弊 那么你认为是一个错误 或者是一个错报 你说不是 这个一定是出题点 有难度 降低非冲药风险呢 因为是人为造之的嘛 那我 没办法量化 我第一个 质量管理 第二个 过程管理 第三个 改进 思路 审计时务 比如说 我对收入 有舞弊 我延伸检查 对吧 延伸检查 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非抽样风险 其实我们整个 审计抽样的 第一节的题目 你都要做一下 不太好做 知道吗 很多同学都觉得很简单 但是他说 哎呀 就丢分了 或者是说 他在做题的时候 好像 费时间 那么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 如果那么轻松 拿分都是去留的 因为他是正面说 反面说 他又说到控制测试 又说到细节测试 又说到抽样风险 又说到非抽样风险 又说量化 又说不能量化 又说人为 又是不是人为 他就对比的 好 比如说选项A 那么非抽样风险 刚才讲到了有四种 第一种 你定义 定义 这个误差 错了 或者是 总体错了 或者是 你用的程序错了 对吧 或者是 你 我们不说误差 查出了错报 你对审计证据的结果 你评价错了 所以这个A是对的 非抽样风险 可以量化 大家注意 他是人为的 无法量化 如果是根据样本 推到总体的 可以量化 他是可以量化 是错的 不能量化 不能量化 和能量化 根本不是人 在考场上想出来的 是你现在 要把它盯住的 所以老师给你写 出题点的地方 你要小心 好 第三 他是在所有的业务当中 都存在 是的 你搞不搞抽样 我都存在 对吧 因为我是 四个方面 都存在的 好 无法通过什么 他说 我对总体 所有的项目 实施测试 无法消除 对的 这个体育不好做 好 那么非抽样风险 再来看 这个四句话 非抽样风险 影响神经风险 什么叫神经风险 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 这叫得出结论 发表意见 出具报告 这三个事情 是十九章的 对吧 那么影响 我得出不恰当的意见 有错吧 我说没有 这个影响 非抽样风险 不能量化 对的 注册快递是可以 采用适当的 质量管理 去降低 是的 扩大样本规模 降低非抽样风险 肯定是错的 对吧 所以 但是这个体育 要变成多选体育 有难度 就是说 下列有关 非抽样风险的 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 那这三个 都是正确的 统计抽样 和非统计抽样 是决策导致的 决策 就是说 从大N当中 设计样本 选取样本 审查样本 根据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 你是用统计抽样 用模型 公式 还是非统计抽样 你用你的 主观的经验 是这个决策 当然 选决策的原因 是成本效益 就是说 你到底选哪一种 是基于成本效益 对吧 但是它的环节 是相同的 都要设计样本 选取样本 审查样本 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总体 这个是相同的 那么 在这个相同 和不相同当中 看起来简单 但是它对比的时候 就产生了难度 那我们就要抓住 它的这个 触体点 比如说 这个统计抽样 它是要客观的计量 精准的去控制的 非统计抽样 不能量化 只能定性分析 那么统计抽样 就应当定量分析 应当计量证据的重分析 应当定量评价 非统计抽样 就定性评价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特征 优点 它不能不计量抽样风险 不计量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归纳 总结归纳的要熟悉 但是它们有相同点 这也要归纳 相同点就是成分效益 在整个过程当中 要职业判断 比如说 我定义总体 定义 从总体当中 设计样门 选举样门 给你样门的结果 得出总体 都要离不开职业判断 是兼顾了成本效益原则 离不开职业判断 都要得出这个总体的结论 第四句话 常常拿来考 只要设计得当 都能够获取成本事当的证据 只要是扩大样门规模 都是降低 它的抽样风险的途径 相同优点 缺点 相同点 是老师根据教材的知识点 归纳总结的 好 在归纳总结的同时 我们还要回到抽样的定义 就是说 在控制测试当中 样门的结果是偏差率 所以它叫属性抽样 在细节测试当中 最终我得出的结果 是总体错了多少元 我们书面叫错报金额 就是错了多少元 就不停的就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这些内容呢 比如说总结啊 要点小贴司啊 都在我们轻松过关一带 窄栏里面有 好 那么在2021年 当你看不起这个考点 它就拿来考 它们的共同点 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这个内容 一定要归纳总结的 这个是一个单选题 统计中央 非统计中央 都能客观计量错了 是不是 因为非统计中央 不能客观的计量 只能定性分析 不计量 好 使用于统计中央 下面属于统计中央的特征 所谓特征呢 有优点缺点 对吧 那统计中央 它评价非抽样风险吗 属于 那不是的 不评价 运用概率论来评价 抽样的结果 当然 计量抽样风险 当然 随机选择样本 是的 如果没有随机选择样本 是 就是选取样本的方法 如果不是 随机的 是不能用的 对 所以选项 A不对 BCD都对 是不是 好 属性和变量是 你用在过程当中 最终得出的 结论的特征 我们在控制测试当中 是说偏差率 也就是控制风险 在细节测试当中 是说 某一个认定 错了多少元 但是呢 我们在第三节 有一个货币单元抽样 它的过程是 错的百分比 结果是 错报的金额 它是综合属性变量抽样 也就是 老师给你 总结出来的 总结 货币单元抽样的 过程是属性 结果是变量 所以它叫 综合属性变量 因为它的过程 计算 这个项目 错的百分比 也就是 发生率 属性 那么我们把 审计抽样 控制测试 细节测试 用在 设计要么 选举要么 审查要么 根据要么的结果 得出总体 那么在 控制测试当中 根据要么的结果 得出总体 有计算 对 大的一个框架 有三大环节 那么 红色的地方 是我们出题点 蓝点 我们在基础班 这个学习了 那么现在 我们把蓝点 给大家讲一下 蓝点 大家注意 担心大家 容易漏掉 所以我要给大家说 爱出的点 蓝点 在讲义当中 它蓝在哪里 来跟实物结合 我们了解 大家注意 了解内部控制 预期有效 无论你搞不搞抽样 我是要做控制测试的 然后控制测试以后 是要做实质型程序的 这个道理 咱们要懂 那么 之所以我要去做控制测试 是因为我了解内部控制 预期有效 或者仅通过实质型程序 不能 获取 充分适当的证据 那我就应当实施 好 实施的时候 时间呢 在操作成面 它是倾向于 在期中的 控制测试 是倾向于 期中去做的 你期中去做 你在财务报表 审计跟内部控制 审计不一样 比如说你截止到 11月1号去做 那么 你就把总体 分成了两段 这个就是期中做的 叫初始测试 然后呢 我要得出的是 整个期间 那我就把 截止到11月1号的 初始测试 延伸到期末 这个本来呢 没问题 可是你要搞抽样 那你的总体呢 你是要估计总体的 因为整个的一年的 365天的 这个控制 它运行的次数 就是总体 这个总体你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知道的总体 是这一段的 你知道 那剩下来 这个剩余期间呢 实际上涉及到 对总体的估计 而你的估计呢 有不可能那么准确 对不对 你可能 比如说 你认为 这个 这个是2500 可能 2500 那你是个神 对不对 你是个神 可能2520 你估计少了 可能2420 你估计多了 这就 这就一定是蓝点 一定是第二节的蓝点 只是处理专家 考不考你 我们把这个蓝点 是什么 我要搞清楚 是不是 好 我们有一个图 我们控制测试 不懂装动 我们是倾向于去做 期中测试 但是期中测试 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 我要将期中测试的结果 延伸到期末 那我 我们把节止到 比如说 11月1号 那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叫 初始审测试 或者叫 我去预审 那接下来 这一段时间呢 他已经在谈 第八章 第三节了 叫 圣语期间 那我怎么去设计 我的总体呢 对 我的总体 是两个部分构成的 在实物当中 对吧 那么 我现在截止到 11月1号 我是知道的 这个实际发生了 多少笔 我知道 然后对这个呢 我是要估计的 我可能多估了 我2500 实际是2420 你这个多了 我2500 实际上是2500 我2500就少了 我刚好2500 那是我的神 那是YYDS 不可能 对吧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给大家 简单说 简单说 因为处理专家 在这里 是完全可以 加大难度的 好 我截止到11 比如说 11月1号 测试的结果 我就是做 这一段的测试 我认为控制运行 无效 那么 我们得出的结果 不将初始测试 延伸到 扩展在 剩余期间 因为我已经否定了 这个控制 这是一种结果 因为我在了解 内控 OK 然后我控制测试 我在其中去做 比如说 截止到11月1号 结果我就是 不OK 我认为无效 所以这个剩余期间 我没必要延伸了 我要再做的 主要是靠实质性程序了 对 好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我了解内控 OK 控制测试呢 我其中去测了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剩余期间 还要测试 然后把 其中测试有效 延伸到期末 看看 整个期间 是不是有效 我要得出这个结论 对不对 那我在剩余期间 我要做控制测试 我的剩余期间 我要做不做 实质性程序 我怎么做 还要坚固的考虑 是不是 所以我们第一个 扩展制生育期间 那么扩展 第二个是不扩展 好 在这里 老师没跟你展开 但是这个图必须讲 因为什么呢 这里是完全 初的专家 看他的兴趣 他在2022年 在这里挖一下 要把你拦倒 他可以挖 他如果说 他不想围栏咱们 就简单一点 实物当中和考试当中 这是可以往里面 加大难度的 好 接下来我选取样本 这是要归纳的 选取样本的方法 简单随机选样 系统选样 我一共有四种 在哪里都可以用 你要记住 整群选样 它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所以不能用在审计 随意选样 不征询机会均等 不能用于统计 只能用于非统计 这个初题点 有的是老师给你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是让你快速掌握 看到他的本质的 好 这个表 你看一下 老师总结的是重点 好 那么就归纳总结 你看18年 送分题 通常可以用于统计周样的 那你这个题肯定不是ABCD 就有不实用于的 比如说随意的就不实用于 整群选样 不能用在审计 在控制测试 细节测试 在统计非统计都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它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因为它 为什么不具有代表性呢 它是把一个阶段 作为一群 这个一群的东西 不具有代表性 它可以放在选择题和综合题的设计 也是一分 对吧 好 在控制测试当中 样本规模怎么定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因素 第二种 请注意 我跳动一下 就是第二种 也会要求大家背 就是说 这个控制运行的频率较低 较低 这个问题 2022年也要背 比如说 我一周一次 那么 我一周一次 我一年 有52个周 52周 就是星期 一个星期一次 那我的样本呢 是5到15 你要背一下 你要 你要记 就是说 把它当常识记 不记不行 对吧 如果一个月一次呢 你把这两个记住 2到5次 如果一个星期一次呢 5到15次 这个没有 它是这种经验 你当然要知道经验的东西 是不是 有的东西 说经验要不要 当然 你是注册会计师 好 那这个考点呢 如果要考 就是送分题 他不是说你 你没掌握 他就不送分 他是送那种 掌握的同学 这不难 你要知道 他要考 你要把它变成 中处学爸爸给你送分 好 如果谈因素 那就是 四个 这是一种出题方式 好 第二种出题方式 他就不是谈左边的了 他就要把它连起来 或者他要反了 对样门规模 反向关系的 多选题 有哪些 他就要你把这 连起来 这里可以出三个题目 出题题 百分之百掌握 知道吧 还有其他的因素 影响亚本工们的其他因素 这也是一个考点 时间越长 那啥子都知道 程序复杂 是人工还是自动化 人工的要多一些 自动化的 他有内在的一贯性 少 接下来 他怎么处理都不过分 所以大家注意 就这个表 有三种出题方式 其他因素 也是一个出题点 然后把它混搭 各种出题 控制测试 它有一个氛围 范围 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 不一样 跟样门规模同向的 他就要你归纳中间 他是单选的 是吧 预计的越高 就是同向 对了 快不快 快 为什么快呢 你把它盯住了 它是一个出题点 对吧 好 比如说 在控制测试当中 不影响 样门规模的 总体 它这里有没有总体 没有 总体对 样门规模的影响 几乎很小 控制的类型 是人工还是自动化 这个控制的类型 请大家注意 人工是自动化 是类型 或者叫方式 有的同学说 老师教材里说方式 这里说类型 所以我做错了 不能怪我 怪教材 对吧 好 可以 怪教材还是不及格 有什么用呢 如果是 类型你不懂 其实他说的是方式 是人工呢 还是自动化 一目影响 要么规模 影响 好 这个A是影响 好 选项的方法 有没有影响呢 你采用的是系统选项 还是简单随机 不影响 时间长短 偏差率肯定是影响 所以选项地不影响 什么影响呢 因为你对刚才的 我说了 这里有三种出题方式 你对这个表 主要的因素 你清楚 其他的因素 你清楚 中中学爸爸 就在这里送本给你 好 在控制测试中 央门规模的说法 错误的是 就谈正向反向 好 我们先看最后一个 总理规模 对 央门规模的影响 几乎是为零 除非总理非常小 对的 这是对的 信赖不足风险 我们不讨论 不讨论 信赖不足 我们就讨论 信赖过度 有的东西说 谁说的 你要归纳总级 不能说我没看见 是不是 所以我们给大家 揪出他的本质 好 控制测试 样门规模 错误的是 信赖过度风险 有 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 越低 样门规模越大 没问题 总理规模 错了 影响很小 几乎为零 可容忍反向 预计的同向 送分题 刚才讲到了 是 样门规模的影响因素 还有呢 运行的频率较低的 这要记 好 那么选取样本 我从总体当中 选样本 采用什么方法 那我把样门选出来了 我也对样本进行分析 在控制测试当中 就是留下轨迹的 控制运行 留下轨迹的 这就是我测试的样本 对不对 那么他有 这个地方是出题点 是蓝点 那我要测试什么呢 比如说采购订单 授权审批 结果我抽出来了一个样本 这个采购订单是作废的 作废的 那这个样本 是有效样本 不是说他是偏差 不是偏差就可以换 那我再抽一张 就这个意思 为使用空白的 跟作废的类似 对总体的估计 出现了错误 请注意 也就是说 我的总体 刚才讲了 你认为估计是2500 实际上是2520 抽不到他 那你就换一个 对不对 还有呢 在结束之前停止 就是我在其中 测试了一半 剩余计算我不做了 那我就重固奉行 对 好 无法选出来 那就是要分析 分析 要无法选取 那么常常视为 是不是 我要考虑评价 可能将他 视为一个偏差 找不到 一失了 丢了 好 这个 这个知识点 大家要注意 那么我在 大恩里面 设计了小恩 等于25 我在选这个 25个样本 就把它选出来的时候 哎 我能不能换呢 他说不能换的 就是丢失的 找不到 就意味成是一个偏差 大家把这些东西 当成一个常识 对 好 那么在第四章第二节 是有计算的 他要考你一下 也是送分 送分呢 我们拿教材的例子说 很简单 我们信赖过度风险 10% 查表 大恩里面 小恩等于55 他考试就要给你铺垫 总体是多少 样本规模是多少 好 55 我一个个的测试 这个样本 有零个偏差 统计抽样 就要告诉你风险系数 在过度显示 10%的情况下 他这个零个偏差 对应的系数是2.3 除以55 等于4.18% 考场上快速计算 保留 百分比 小数点后两位 小于7% 得出了结论 快速计算 不能慢 没时间 对不对 好 那么我大恩里面 小恩等于55 假定 他都会告诉你 题目 两个偏差 对应的系数 5.3 那我就把5.3 除以样本 55 等于9.64% 按计算器 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 百分比 大于7% 也就是说 这个经级要搞对 不要保留 7-8位 小数点后 好 那你的上限 大于1% 总体不能接受 他要你算一算 再说一说 说的时候 大于他 不支持 那我只有靠 实质性程序 如果是低于他 我刚才讲了 低于他 那就是支持的 证实他是有效的 我不需要扩大 我无需扩大规模 无需改计划 这个都要回数 对不对 算一算 说一说 就像小乘故事都 让我 说一说 你先要算 然后要说 算要算对 算错了 没用 对吧 是的 非统计抽样 他就没有 这个上限 他的样本的偏差率 这就是出题点 样本的偏差率 就是总体的 所以我们说 如果可容量是7% 只有在大大低于的时候 可以接受 这里有两个图 你也要刺激自己 在统计抽样的时候 他叫总体频道里的上限 那么 低于的时候就可以 不要大大低于 对 这是第二节的一个考点 计算计算 说明说明 得出结论 同时呢 我们在综合体有可能设计 比如说 我们在2018年的综合体 进一步程序 里面有程序 他就是说 我有偏差 我经过测试以后 我再扩大 没有偏差了 我就认为有效 你就要考虑 这个偏差的性质 它是5B导致的 所以我要考虑 偏差的性质 扩大样本是无效的 因为是5B不是孤立的思想 5B的背后 要么是员工串通 要么是管理成零驾 对 5B的事实 就说明内控已经失效了 大家还要把它作为常识 对不对 好 那么17年呢 在这个资料室 也涉及到了 比如说我的付款审批 我所有的付款评单 每张单元 什么的 他做了整群选样 不可以 因为他让样本没有代表性 不适合 你也要把它作为常识技术 我们统计受样只有两种 简单随机和系统选样 是不是 整群选样哪里都不能用 没错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集训版里 我们要盯住考点 结合立体 再训练自己 对吧 考点 出题点 难点 我们要抓住 是的 好 那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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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